很超快 我比一太美成一千块 我自己这种很 他就超快 那我们跨六分啊 就是喊受伤了 我会想受伤之好 来来来 你看 好好好 对 对 他其实 那我好有睡过这样子 我也以为他想聊说他用交心的事情 算了 他现在是前面吗 那你还要睡过了呗 我每周都要去 然后去 我去 我去 他到底是想去啊 我只要早到8点 8点多起来找我有品质 他早发很清楚 然后去 OK好 我们来看 就把品质到是早8点多 他就要起来 然后起来 他就还没带到工程 因为MT力上 我以为要MT力上 他就说 他就说 因为我把他拿去 就是光红 然后他只要去 去一栏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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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他说 我上次我跟陈津去 我就认为他表演 是多 就还在上面异常 然后呢 我说 没有他要玩 对啊 然后那时候MT力他去买他 有个东西 然后我跟女人说 我没有拍子 然后跟他 然后我们就站了三十分钟的火车 然后我们再站了三十分钟 然后我们再站了三十分钟 我们到瑞爵 然后大家再去捡 然后我们再去捡 然后我们再去捡 来 他再 他再 不需要等我 你呢 有 然后时间大了 我們還有一個小時就可以下課了 我們剛剛講到個人財務管理 這邊還有一個法律的部分 法律部分通常是說 對於某一些法律人士的用途說 他們有一些特定的格式 或是有特定的文件格式 還有一些影劇的東西 他們有特定的需要遵守 那這些法律軟體 或許他們要看什麼小六法之類的 那這些軟體就是協助這些法律人士 他們能更好的工作而設置的 比如說你租房子 你房子租給人家 或者是你去找工作 這些的 好 那下一個就是Tax Preparation 那Tax Preparation就是像是繳稅要用的程式 那因為每個國家可能他們稅要怎麼繳都不一樣 那你要怎麼整理自己的資產還有自己的所得 那這也是需要 除了你請會計師幫忙 那會計師也是利用這個Tax Preparation的軟體 他們軟體來幫你們做設計 然後說明可以幫你省到稅 好 那下一個是Document Management 就是文件管理的部分 那Supported Devices 那這個呢就是比較特別 像是說對於某些裝置來說 它可能不一定可以直接用在電腦上面 那因此它需要一些輔助的軟體 就是我們稱之為驅動程式 那它可以幫助這個滑鼠鍵盤或者是印表機 能很好的接融在這個電腦上面 那最後就是一個企業級運算 企業運算呢 我們大家應該有提問亞馬遜 亞馬遜它其實業務最大的部分就是AWS 就是Amazon Web Service 那它是一個雲端計算的部分 那這些他們做一些很大很高強度的運算 舉例來說像是計算預測天氣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需要切記運算的軟體才能達成 那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提供 那有名的像是Amazon AWS 然後還有微軟的Azure 這些都是一些舉例 但是大家想必目前還不會用到這些東西 好 那 我們這邊就是把剛剛所有的東西做分類 那其實我們都講完一遍了 那其實像是生產利益 圖像處理 然後個人置業 還有一些聯絡軟體 我們都講過了 所以說我們就不要重複了 那這邊講的是說 生產利益工具 我們通常在做事前 這些其實講到是說 我們如何開始一個計畫 有開始 就是我們要先創造一個計畫 我們要做什麼 Edit 就是編輯 我們調整要做的方向 然後把它格式化 做一個有規範的 規範的就是一步一步走 那最後我們是把它儲存起來 然後把它分享出去 就是讓這個計畫讓大家知道 然後呢 那下一頁我們就回到了 像是文字處理的部分 Web Processing Software 然後讓我們可以製作 還有複製 就像剛剛講的超課文 的不同的文字 然後再把它加工 所以變大變漂亮 或者是怎樣怎樣的變小的軟體 那這邊提到的就是說 這些文字加工軟體 舉個例子 它最常聽到的話 就是調整字型 那這是12點字 然後12 point 這是一個字的大小 Cambria 這是一個 就是字的形狀 就是字型 然後像標凱體 這些都是 Type New Roman 都是一些字型 那有些就是像是出體 斜體 還有畫底線 上色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Word 或文字處理軟體 都會做到的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把 剛剛講到的 就是人機交互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做好的文件 把它變成一個 影印出來 就會變成一個 紙 變成可以 不具數位畫的東西 然後可以 隨時的傳遞 還有 散布 那這邊是講的是簡報 但是 所以我們到 就那個 作業那邊 作業 講一下 對 因為你前面講 好 我們今天的話 是 10月5號 然後 兩個禮拜以後 是 10月19號 你把它改成19號 對 10月19號 好 好 好 你上面直接改19號 好 真的好 好 我們要讓你把它多放 然後講一下這個作業在做什麼 來 這個作業 我跟那個主要討論過 有點不明亮 我們先講原文好了 就是 利用 Microsoft Word 那 你要把 課文去 一個字一個字 照著答 就是 抄課文 那 你要抄的頁數呢 就是 100加上你 學好莫良 所以說 假設我是 358 那我就抄158頁的 課本 然後 盡量模仿得像 課本一樣 就是字形 大小 然後 用什麼樣的背景 都盡量模仿 那如果你可以掃描圖片的話 那請 請辨 但盡量 OK 那 文字用不得越多越好 對 那 那 用另外一頁 也是一樣 去打出來 那 包含了盡量多的資訊 包含了 圖片 聲音 網址 對 等等 全部都要把它顯現出來 對 那 所以說這個 需要大家使用到你的課本 嗯 沒關係 等一下 大家可以來猜 你的課本到底是哪一頁 你用手機直接猜 好 那 這就是 作業 作業大家沒有問題 所以是 要 要打兩頁 加兩頁 打兩頁 交兩頁 就是 那個 第一頁的話 比如說你是 你最後的末年碼是32號 那你的話 就是打第一百三十二頁 然後 另外的話 那個 打得跟他越相越好 他發發各式各樣不同的字型 然後 間隔這些 然後左邊切起來 然後右邊切起來 那 另外一頁的話 就是 把你所有的功夫展現給我們看 然後 加的越多越好 他們副交對你影響非常深刻 這樣 OK 所以這作業大家沒有問題 另外一頁就是 隨便選 隨便選 你隨便打一個 比如說你打給你裡面的情書 那 裡面的話 非常的那個 花俏把所有的東西 功夫都展現給我們看 OK 好 剛剛 講到是說 簡報軟體 那 簡報軟體就是 可以製作很多不同的頁 那連續播放的話 它可以展現 你不同 你想要的效果 像是 一條列式的說法 或者是 做新制度的發展 等等 這些都是簡報可以做到的事情 好 笑話剛剛過一個 這是第二個 很無聊 你不要說過來 有 有 所以 你的嘴巴可以幫他做特效 我愛你 好,這是第一個,好,第三個 劉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劉先生是很鬆的 劉先生,你千萬別害怕,我們是情緒浪子,我們不會怕 您請說,我們在人魚旁邊 人魚是那一位,但是那一位,是一般人一般魚都沒人 那他上面是人,下面是魚 都呢? 美雞雞,哪是魚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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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魚啊 電影有沒有看? 就是那種長頭髮,身材很好的那種半人半魚的美人魚,明白嗎? 沒有辦法,您解決說,他真的好多追求啊,說可算,試問是不是他 然後把我綁架,這就是青龍灣內,全部都是人魚,還有八爪魚 八爪魚,處境那麼長,直接看過來,真是拿起刀,然後直接手起刀了,啪啦就 然後我就跳到那個海裡面,我就像人魚 哈哈哈哈 你又想什麼? 我想寫高興的事情 什麼高興的事情? 我老婆上孩子的 哈哈哈哈 你又想什麼? 我被人收海了 你們的老婆是同一人 被人 哈哈哈哈 啊,不是 是同一天收海了 我再重申一遍 我沒在開玩笑 我沒在開玩笑 哈哈哈哈 哈哈 喂 您為什麼呢? 那個 您剛才說的這個美人魚 聽我說 它不是漂亮那麼鐵 它真的是那種 那種很少見的那種 它的眼睛像律動 鼻子像藤蒜 它是靜靜的 很可愛 你還能是那天台而已 你也能看清楚他的胸 哈哈哈哈 你親人太久了 我認你很久了 我老婆在海裡 你明明在笑我 你都沒聽過 有些人家 我們受過嚴格的訓練 無論做好笑的 我們都不會想 哈哈 我絕對也不會 我都這樣覺得 你像過這種消息 我們一有勁的 很明顯跟著人 趕緊出去 好吧 很明顯地多帶給人 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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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先生 你有什麼藥粉充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可能會有點問題 好 那看完笑話以後呢 我們回到來講這個 試算表 試算表呢 就是儲存 通常都是數字的東西 那 他這邊就可以幫你看看 覺得說這邊是total 他可以幫你看看 總共是多少錢 總共花了多少錢 那 還可以根據這個total 算出你的平均數量 因此來說 試算表 是我們對於 數值 就是數字處理的 一個最好的工具 對 尤其是有 通常有大量的數字處理的時候 好 那 Database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 處理 我們剛剛講 儲存學號 資料庫 他可能 可能有包含了 所有的 姓名 學號 然後 系級 還有一些等等 你的成績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 就是儲存在這個資料庫當中 那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資料庫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如果儲存 全部台大學生的資料庫 那還蠻大的 那這個就是記筆記的軟體 那 大家可能有 如果有用 比如說iPad 或者是 手機的記事簿之類 有記過東西 那 那 差不多也會長這樣 那 最後下一個 下一個我講的是 日曆 就是月曆 行事曆 對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 很好的幫助你 規劃未來的日程 然後 看一下你的 哪天有空 哪天沒有空 之類的 這個呢 這個是 剛剛講到的 計畫管理軟體 軟體 那 根據教授剛剛講的 可能 比如說他們說 我們蓋這間廁所要花多久時間 那 立這個梁柱 混凝土要多久乾 可能都是 有按照這個計畫 看它是否有提前或是延遲 然後再來做相應的回饋 對 對 對 好 那 這個Software Suite 就是說 Suite 套裝軟體 對 套裝軟體 做出很多有生產力的事情 那 對 剛剛這邊講過 這也是剛剛那個 Project Management 就是 行程管理的一個軟體 跟剛剛講的那個 一模一樣的 那這是 會計軟體 它這邊是處理的是說 收據 收據的部分 那通常是在公司行號 他們要處理 我們今天收了多少錢 然後花了多少錢 進口 什麼東西 成本是多少之類的 那 下一個是 從公司到個人 個人的財務管理 你吃飯花了這麼多 然後 交通花這麼多 剩下娛樂等等 那這邊就 由這些軟體 或者是 記賬軟體 可以看出來 你的個人的消費是怎麼樣的 分布 然後 可以幫助你更好的理財 那這個 法律相關軟體 就是 幫你擬定好 該有該做的格式 那這樣子 你不用再藉由那些 文字編輯軟體 然後 做這些很麻煩的事情 它都已經幫你一套做好了 那 那這個也是剛剛那樣子 那個法律軟體 那 下一個 這邊是 準備稅的東西 因為 可能大家都沒有繳過稅 我也沒有 但是我知道說 繳稅 要填很多表格 例如說 你有沒有在海外賺錢 然後 你賺了多少 然後你的儲蓄 你的投資等等 這些非常多表格 必須要填 那 這個 稅務軟體 它可以幫助你 幫助你處理好這件事情 那下一個 這邊是 文件轉換軟體 那 從這個案子看 從這個case 就是例子看來說 嗯 我們現在常用的 文件檔案 通常有兩種格 一個是word docx 另外一個就是pdf檔 那pdf檔案 這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在很多裝置都可以通用 那這個軟體呢 它就可以把 把 docx 從word的 檔案名稱 變成pdf 這樣子 在所有的裝置 不只是 Mac Windows 手機等等 都可以使用 好 那這個是編輯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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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編輯這個文字的時候 它長得長得長得會怎樣 那這邊 其實用iPad來做 嗯 這邊是你的 這是一個 機票 管理機票的軟體 那從這邊可以看出來說 它是想要去 從波士頓到 洛杉磯 那有這個軟體 它可以知道 它是在幾號要出發 然後有哪一個登機門 然後幾點該出發 然後坐哪個位置等等 都可以有這個軟體 知道 但是通常現在很多手機 都也取代這個功能 掃描軟體 什麼呢 就是說 QR Code 大家其實最常用的 就是QR Code 那QR Code 其實是藉由 一線列列的連算法 然後把文字 轉換成這個圖案 那這個圖案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它是 比較 好被傳播的 算說這樣 藉由網路上 藉由電腦而言 這是比較好被傳播 與其複製一大堆文字 這樣的圖 而且是 很多裝置都可以 取用這個 取用這個資訊 例如說 大家拿手機 就可以看到 知道這個QR Code 想要展示什麼 通常是網頁 或者是應用程式連結等等 那這個是 在講的是行動支付的部分 行動支付 那就像大家有的Apple Pay Google Pay等等 藉由手機裡內部的一些特殊的晶片 它可以取代信用卡的功能 但是要小心 就是有可能 如果人家偷了你手機 你要把這些資訊 用密碼保護好 不然大家也可以用信用卡 那很麻煩 那這邊剩下呢 是其他的所有的生產力軟體 呃 很多 除了人力資源 然後工程 製造 製造軟體 就是工廠軟體 然後營銷等等 今天全部都是 營業資訊 OK 好 那很快的我們就到 下一個 影片 Part 2 好 那影片應該是先塗洗嗎 哦 對 OK 你 這個人的信息 35年紀的我的生活 OK 我們走 我們走 這次的信息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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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炒就一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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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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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